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就要最後做出來就是變更 所以步驟的部分跟那個好的word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程式撰寫在哪裡 一請你把這個做出來 OK 沒問題吧 不過就是要把它貼上 盡量不要貼 能夠自己做就自己做 另外如果做完之後 像上學期有學過的 你們也可以再做個變化 哪些變化 把這個上面做圖 像之前我還有做過那個把它做成動畫 按下去它會有那個按下去的那個感覺 甚至呢也可以改成圖字 就是裡面可以放圖 或者你也可以用那個image button 裡面就是可以放個圖 另外背景可不可以放個圖 也可以啊 最外面這個layout也可以放個圖 因為你最後你那個app你也不能太醜 可是問題當然美工部分不是我的專長 而我有美工的方面需要 可以恰取那個 做最後面那個那個 那個 阿偉 是 OK 它這個部分比較強 因為這個地方怎麼去切割那個橡樹 因為它好像之前也有講過類似就是 怎麼去切一個板型出來 然後再把那個圖放進去嘛 不過這個後面我們還會再講怎麼樣放圖 只是說怎麼去把一個板型做到漂亮 做到讓人家覺得哇這很專業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要我們再研究一下 你是哪一組的啊 還沒分喔 OK 所以如果有他們就是你們那一組 有有有這樣子 美工方面人才的話那會更好 以後的話可以做出更漂亮的那個版型出來 因為其實現在那個手機 除了說功能要強之外 其實最終還是友善 然後呢畫面稍微漂亮一點 其實就足夠了啦 說真的你要能夠做到 要非常複雜到是也不太需要 最最好就是說呢 不要被人家嫌棄就好了 像之前那個 不是之前啊 最近那個什麼台電不是有花了八十萬 做了一個APP 然後被罵到翻掉 然後就是說浪費納稅的人錢之類的 所以那個寫APP那個也不好賺 不過它真的那個APP 我是沒有把它下載下來了 當然好像聽說是很很糟糕的吧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在Google Play上面打一個台電 隨便可以看到那一個 到底爛成什麼 我也是很好奇 有沒有這麼爛呢 被人家嫌到只剩一顆心 一顆心 然後一點多吧 所以幾乎用過的人都說爛 那真的是太爛了 這樣子可以八十萬 OK 所以這個當然 一個APP這樣八十萬 你們自己去下載看看 那像各個政府機關都一直也是要開發這些東西 各個機關也是一樣 個人也是一樣 因為這東西如果你寫好的話 真的在行銷上面有它一定的作用 至於這個用在怎麼用在行銷 大家很關心 不過在還沒用在行銷上面 你可能要先把APP先學會怎麼寫出來 那我們基本上面 大概第一個先把這些做完 然後呢 不過特別注意 你們有沒有發現 裡面都會出現黃色的字 黃色的區域有沒有 實際上 實際上 在那個Android裡面呢 它其實不希望你直接在你的test上面 直接輸入文字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就沒辦法做到多國語系 比如說你不同的語系國家 你看到的是繁體中文 它會看不懂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呢 最好可以 比如它是英文語系國家 它一打開 上面就不是電話號碼 它就是phone number 它不是 然後清除就不是清除 它是叫clear OK 它看得懂的文字 或者是日文 日本人他看到 他也可以看得懂 韓國人也可以看得懂 那就是多國語系部分 所以之前好像 我們在上一期課也有講到多國語系 所以如果已經做好的同學 看看有沒有辦法在Enjoy裡面 把那個以前Eclipse 可以做到的那個多國語系 也把它加進來 這樣的話手機打開 你也可以去設定不同的那個語系 那也可以看到你需要看到的這個畫面 那這樣的話 當然就更加完美了 OK 那這個部分後面我們再講 那接下來就是說程式部分 第一個請各位從這邊切過來 有一個main activity把它切過來 那你會發現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前面是XML 有點像一個版型 不過它用一個 用XML來排版 其實真的不好用 就好像用那個HTML網頁 可是HTML現在有第五代了 所以用XML排版的結果 就是非常不好排版 那所以說 現在寫APP 又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用那個HTML5加CSS3去轉寫 那個在上學期我們有提到 或者配合JQ Mobile 那可是訴求點不一樣 訴求點不同 OK 然後我們切過來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 到底要做哪一些 一樣 在那個Extence ActionBar Activity 實際上就是Activity 後面我們要宣告物件 那宣告哪些物件 總共畫面上面 我們會有那個 一個再加上13個按鈕 所以我就宣告了10 總共應該是13個 然後再加一個TestView 所以14個東西 那特別注意 這個是TestView 你們可以從那個雲端上面 要不就自己打 其實這個應該要自己打 然後呢 預設是沒有Import 所以你這邊過來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個 跟上個禮拜一樣 是啊 ALT加Enter 它會自動問你說 是不是要Import這個東西 是 你就把Import進來 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TestView了 一樣這個Import ALT加Enter 把它Import 所以呢 我們先宣告 反正以後你寫App 你畫面上面 有幾個 將來會在畫面上做變動的 那你就宣告幾個物件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 做連結 那特別注意 等一下連結 因為會有13個按鈕 加一個TestView 所以非常冗長 那裡面的話 怎麼加 其實這個地方 當然是我雲端上 已經有寫好的 你可以直接從 不過貼的時候 你恐怕也要貼對 連結 第二段 怎麼Ctrl-C 貼的地方 特別重要 不要亂貼 貼到那個SetContainView 原來 這個部分 它應該是 我們把那個 我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貼的時候 因為 你想要貼錯一個位置的話 後面就全錯了 它原來一定是 特別重要 關鍵 我發現同學最大的問題 就是大瓜糊 大瓜糊 記得這個大瓜糊 頭跟尾 一定是對稱的 你不要少一個 請各位注意 就是在SetContainView下面 按一個Enter 你留一下 OK 把它貼上 連結 連結的話 我們連結哪些東西 我先用那個 先宣告 然後連結 連結部分的話 我就直接貼上去 實際上這個東西 也可以自己打上去 其實你打什麼 List 點 它這個地方的話 它也會自動 出現什麼 你就打一個FindViewById 它其實這個地方 也會自動幫你去做提示 點 FindViewById 其實就從這邊 按個Enter 然後裡面的話 打一個大R 這個大R指的就是 我們內部的登錄檔 也就是當你 拖拉那個 原件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你註冊 那註冊的名稱的話 比如說 我這個叫TST Show 有沒有 這個東西 最後加個分號 它會自動去幫你加上去 所以上個禮拜 有同學問說 老師這個R是怎麼產生的 實際上 就是你前面這個地方 只要放一個進來 名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你比如說這個地方 你把它把它改成 你要給的那個名稱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登錄了 這個地方 你基本上 不用做任何事情 也就是說 你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個地方 有一個那個 在ID 會有一個叫 TSTShow 當你打完按Enter 它就自動幫你登錄進去了 然後它登錄到哪裡 實際上的話 它就幫你登錄到 我們這個裡面的一個 最內部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元件 它是不是放在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大R 這個大R現在 是放在這個底下 裡面 這個再找找看好了 裡面的話 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大R檔 那個大R檔 不能變更 會自動產生 所以你也不要去變更它 理論上應該會自動產生 那個位置有點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這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那其他部分也是一樣 分別把00到Clear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做四鍵 因為會有那個13個按鈕 所以我們相對的 也要在這個13個按鈕 做上四鍵 然後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想你就先做一個吧 實際上一個 第一個是這個 其他都一樣 Ctrl C 那裡面到底做什麼呢 因為我按下它的時候 我希望呢 幫我輸出這個0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Java語法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把那個 建立試驗這幾個字 也把它複製好了 然後貼到這邊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是當這個B00 上面先set一個onclick listener 然後new一個button的onclick listener 當然如果你這個button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view 如果說你們貼上去 發現不ok的話 你把它改成view 然後按一下alt加enter 它也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view給匯入進來 其實用button跟view 好像都可以 那再來的話 一樣去實作我們的這個方法 這個部分跟上個禮拜的那個 Hello World一樣 所以這個細節我想 如果你有點忘了 你可以回頭再看上個禮拜那個影片 裡面的話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當我按一下什麼 當我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它自動幫我加上1 按一下按鈕的話 自動加上2 加上3 那你會想這個怎麼做呢 基本上不外乎是這樣的 1 請你先把目前 在testview裡面的值先拿過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s的變數裡面 先把裡面的值先放進來 然後呢 再當我按一下這個是0 那就再把什麼呢 這個字串裡面再串接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0 所以按下0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補0 所以這邊的話按一下這個0 你會發現呢 就加上0 OK 那實際上這個動作呢 如果要在這個地方撰寫的話 其實就只需要兩行 這兩行的話 第一個 從那個testview裡面用什麼 get test 這個方法 特別是後面呢 要加一個tool string 因為要把得到的這個東西 轉換成字串 然後呢 丟給前面這邊有個s 這個s請你宣告 宣告成一個自算變數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test 重新再變更 所以會有get之後呢 再set 那set裡面呢 就加上什麼 加上0 其他的話 1到其他的這些 其實都一樣 只不過怎麼樣 把那個b00改b01 然後呢 這裡面的0改成1 改成2 意思類推 其他都一樣 那最大的不一樣 只有最下面這個按鈕 如果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我希望怎麼樣 輕掉最後一個 如何利用什麼呢 其實這邊的話 可能會需要用到一個 s那個 就是那個sring的那個 類別裡面的有一個方法 叫做subsring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前面的部分先完成好了 就是宣告連結 然後再建立事件 事件的部分的話呢 上面總共會有12個應該是一樣的 差別只有那個物件的名稱 跟輸出的那個字串不同 其他的話呢 大概應該都雷通 OK 所以基本上看起來是複雜 好啊 不過 基本上其他的地方應該都一樣 基本上其他的地方應該都一樣 好